我要撐住我的自信 可以的 可以喔 這帶來的東西 你會看後面有一個小小兵 請問你那時候幹嘛啦 這三頂帽子要幹嘛啦 我有一陣子 而且他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丟 你看他那上面的那個 我很念舊耶 真的 我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我 就是壓在 對 我一直壓在 壓在櫃子最底下 你這一頂是手印的時候帶去的嗎 還是你就是平常也會帶 沒有 我以前平常會帶 這手印幾天前 對啊 十年前了吧 小小兵 差不多那時候買的 沒辦法 差不多到現在 真的很念舊 我很念舊 他直的腳步 你可以戴一下 你再戴到這個嗎 好啊 我想看有多荒謬 滿搭的 好醜喔 下面穿什麼衣服 怎麼會那麼小 下面嗎 對 你戴這個 下面就穿小小兵的衣服 我會穿那個 NBA的球衣 天啊 運動不動 NBA的球衣 去逛夜市的時候就穿了 然後很反帶 還要反帶 這很適合唱那個 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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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件不是被我穿髒的 它本來就長這樣 但這件也大概好幾年了 這個腰好大 但這個它不是被我穿髒 它真的來就長這樣 它很奇妙 它就是一個 很像那種工人的褲子 你那個腰有沒有36 這個有 差不多 有喔 這個有 這會買那麼大嗎 因為我以前也 你們知道我之前有 有曾經36過 那我也跳過街舞啊 所以我才有這個褲子 什麼 跳街舞 我跳過啊 我會跳popping啊 所以 popping 哇 真的假的 我現在 很好震啊 我跳到肉 來一下 你旁邊有popping大師喔 我知道這個大師啊 因為我以前 稍微練過一下 就是至少 有啊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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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個 有 有耶 我以前 很好 很好 我以前會穿這種垮褲 這麼寬的垮褲 好可怕 這也太大了 可是以前跳街舞 剛開始真的都穿這麼垮啊 這個就代表 所有人的衣櫥裡面 就是基本上都是那些 就是大家都覺得是 怎麼 安全的衣服 或者很慘的衣服 然後偶爾會來一件 以為潮流的這種 像現在在手上 好像有點設計感那樣 但是這個 跟它所有的褲子都不搭 都不搭 對 或跟它的帽子鞋子都不搭 如果這個你會搭什麼褲子 烘裙 烘裙嗎 我去找一條 你會搭什麼褲子 我搭什麼褲子喔 宿舍可以 你看他這個跟他 你看他這一個 天啊 你看他這上衣 跟他的任何後面的鞋子 跟帽子都不搭 都不搭 唯一 你要不要自己把這一趟 那我頭可以露出來嗎 可以 自然 也不需要 不用 那個架子 不用丟 有意他要這樣 沒有 我這樣比較快 全部 我這樣喔 你站真的是 我這樣 有我這樣 你等一下不用怕 我等一下撿了 提心協力 是中了下三個嗎 等一下 可以 好開心 尊重一下小小屁好不好 開了 開了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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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唯一 不一樣了 好開心 擺地攤變開飛機了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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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毛貌OK 真的 而且沒想到他那個 油油的瀏海 什麼剛才說什麼 油油的瀏海 也突然變得很高級了 對啊 真的耶 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三個裡面 其實他是最難的 可能還要拜託他 可能還要拜託他 對 然後他頭髮可能又要喬這樣 都不能碰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看老師 弄三個男生弄好久 出來擦汗對不對 對 出來還擦汗 然後從來沒有弄那麼久過 兇 派 就派 所以這樣子 身材還沒有練的時候 就還可以cover一下 所以還是可以當新聞一下 我就真的為難那個 林業婷老師 林業婷老師 但是已經是 盡量了 對 對 已經很好 已經把人遮的都遮了 我覺得你要眼鏡 對 因為他的臉很長 然後面積很大 因為他很適合這一段 看到我現在很驚訝 好聽了 真的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臉很大 他很適合這邊再放一些東西 對 所以他很適合眼鏡 我們先從他衣服開始 其實我覺得他們可以開始找一些 台灣設計師的衣服 因為現在台灣設計師也都有 設計男裝 像這個就是台灣的設計師 然後他專門走這種 比較結構式剪裁 但是又不會太誇張 所以我覺得他就可以走這樣的路線 因為他說我都不知道去哪裡買衣服 對 那你可以慢慢的 就是走這種比較有質感的路線 其實他們男生一般買 就不會買這一件T恤 大概就只會買一件上衣一件褲子 就兩個piece 那中間這一件呢 T恤是我兒子的 就是你也很難去找到 就像老師都會找自己的衣服來搭 我就會去我兒子衣櫃裡面找說 哪一個東西可以搭在裡面 就不會這麼的普通 對 就是怎麼樣把一件 比較基本款的 因為太奇怪的cutting 你可能也撐不起來 那我們就盡量把他的cutting 是放在下半的 花蕎我這樣已經夠硬了 但老師 穿得住 老師你有跟他的舞風搭配嗎 其實很多國外的popping popper 都穿這樣子 對 就是下面 下面有一個 我覺得那條褲子很適合你 對 比較有力囉 有 說服我們囉 我覺得你還不錯 而且說可以 我覺得好像這條褲子 超適合他 但我覺得很多人 就像松華老師會說 他們都很喜歡穿這種 基本款的顏色 有時候我覺得也可以穿穿像 這種色系的衣服 這個就是寬寬的 然後 對 它就是比較寬版的 然後這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種放在裡面 又是層次 就是層次 就是1比1的層次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 有一點點露出來的感覺 然後它這褲子也是一樣 這也是 你兒子的 不是 這是台灣設計師的 那你可以買 對 這個是可以買的 然後你看 就是這樣的版型 就是你看擋在這邊 它西裝褲 它是高腰 然後所以穿起來 它會把你的大屁股修飾住 對 然後你的小腹 你看它這裡有Carting 有曲線 再來這邊 這邊大腿粗的人 也可以修飾 所以你不要再穿那種 跟你腿型 你不用脫 我都知道你腿有多粗的 那種褲子 然後這個修飾之後 到小腿這邊再縮口 就是再縮回來 但又不是到緊身縮回來 這是今年的路線 然後你幫我拿這樣 好 然後你可以 就是台灣男生 就比較不會層次穿搭 因為他也可以打開來穿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穿 這時候 你就可以搭配像這樣子的鞋子 不是 然後其實就像中筒話一樣 今年稍微都可以 把襪子露出來 有時候 比較亮的 男生要投資一些鞋子 鞋子 因為男生可以買的配件 像女生高跟鞋那麼多 那我覺得 我們有很多飾品啊 包包什麼 但是老實講 男生可以投資好的鞋子 那兩雙真的 不要再拿出來 對 那兩雙真的不要再拿出來 好 然後我覺得像這樣子 就有時候看男生 就會看鞋子 這時候 上面比較素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換帽子 換換這種帽子 來 但眼鏡要繼續戴著 可以換別的 他吸了一點熱 非常大 眼鏡 對 其實今年還滿流行 像JR這樣的眼鏡 很好看耶 你這樣臉片好小喔 對耶 對啊 臉片比較瘦 好瘦喔 真的有耶 對 然後這時候 因為今年還滿流行 這種小圓領 剛才的那一條項鍊 又可以用到 而且不要戴緊戀 有一些男生會戴到這麼短 戴緊戀 今年都流行得比較長一點 對 又可以修飾臉型 如果臉像妳一樣的 比較肉肉的 對 戴個V的 就可以稍微長一點 你就不會覺得這個 都是著色 因為很多人說 這樣子穿起來怕沒有精神 著著 就像我們女生為什麼要戴 這種金跟銀 妳看她的鞋子這麼銀 對不對 這麼金 其實就是有時候 就是我們要提諒她 我也有幫她找一些 就是比較乖乖的 像這樣 像這樣 其實我也是跟孫華老師一樣 就是會幫她想一些場合 比如說有時候她 如果這種很危險的衣服 這種很危險的襯衫 有沒有 花襯衫 VANGA襯衫 對 如果穿不好就是災難 可是穿得好就是 就會時尚 再來呢 像剛才那種OBA的外套有沒有 你也可以這樣 就是 一樣也是高領 但是就是很簡單 所以像這種高領 今年就是黑色跟白色 米色 就有一點像這種 就包色了 而且你要寬鬆的 不要穿起來是太緊的 對 就是可以這樣子去搭配 就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就會跟你平常會有一點 小變化 滿大的變化 對 滿大的變化 解構式的上衣 搭配充滿流動線條的寬褲 以及經典飛行墨鏡 有了這些潮流元素 就算全身黑 也能穿出街頭律動感 就算是是 你開動的 可以放進去嗎 謝謝